事实上,中国媒体讨论的一个观点,我同意,那就是乌克兰的崩溃和加沙地区形势的恶化 可能是拜登政府想要在太平洋地区搅动局势的原因 这将分散对这些失败的注意力,创造一个奇观,并将所有注意力转移到那里 一旦到了10月7日,焦点就从乌克兰转移到加沙 所以如果那里发生崩溃,可能就不会受到特地多关注 对于选举来说,这完全是关于公共关系的问题,对吧? 关于形象等方面 他们可以编造故事和借口,把所有的崩溃都归咎于中国 当然,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不会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更好 这只会激怒世界各地的人,包括西方国家的人 所以,如果太平洋地区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事情 那可能会转移锁,有人的注意力 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动机,你怎么看? 我想说几点 首先,如果我们回顾布林肯离开中国前的声明 其中一部分显然是针对美国人民的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选举讲话 试图将中国描绘成摧毁美国就业机会的国家 拜登政府正试图保护美国人及其升级 现在,关于政府变得越来越绝望 试图在太平洋与中国发动战争或冲突的故事 有两点要说 首先,先知人的斯特斯和尤其马人足够鲁莽 我会考虑你这样了 但我也必须说 这个想法看起来如此离谱 以至于总的来看 美国政府内部很可能会有重大反对意见 许多人会争辩说 虽然他们可能不完全反对与中国发生冲突 但他们绝对不想仅仅为了确保乔拜登 在11月的胜利而草率地挑起一场冲突 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条件下 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交锋 当他们准备好了 而中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这种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很可能在华盛顿占据上风 然而,对于这届政府来说 确定性是很难得到的 总是有一种鲁莽和危险的倾向 发起冲突并非不可能 是的,希望你说得对,我也觉得这很疯狂 但是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 确实有一些国家希望看到中美开战 都可能变得危险或成问题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吗 是的 如果我们开始进入中美之间的对抗 那将是一个花时代的事件 很容易在各个地方引发问题和冲突 世界各国可能会开始说整个国际体系正在崩溃 视此为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的时刻 你可以想象像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日本政府等领导人会加入其中 然而他们这样想是错误的 我相信最终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从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受益 远远超过那些希望看到中美对抗的国家的 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对抗的国家 但显然有些人是鲁莽的 疯狂的 愚蠢的 我不得不说 目前的日本政府就是其中之一 我可以想象他们会以那种方式行动和表现 重要的是 有一个国家不会这样做 那就是俄罗斯 你会以为俄罗斯人会很高兴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抗 然而他们足够理智 知道这将是一场绝对的灾难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B.Ment 我不认为他们会在这个文权中 Gord refers towards 跟Millennial 5th Yichir The Rappers Stoltz in the Guantan 动作约推俄俄罗斯梅特伊 那是他们的 一位曾在中国军队服役的评论员与他的对手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强调 如果美国决定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将会有许多领域失去控制 他的对手同意了承认这将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混乱 这将是一场混乱 即使是不希望看到战争的俄罗斯人 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冲突 也可能觉得有义务采取一些他们本不想采取的行动 例如 他们可能觉得有必要将波罗的海国家置于控制之下 在这种全球对抗中 让波罗的海国家继续对俄罗斯保持敌对 并且成为某些敌对西方国家进入俄罗斯的潜在桥 投保将是太危险了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制造分裂 将是一种鲁莽的举动 这将点燃一根很难熄灭的导火索 我说它会灭了一层 这会很难放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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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